韩之花市人均PDP常年位居四川第一 作为人口一百余万工业重镇 一、二、三产PDP占比近年约为百分之九、百分之五十三、百分之三十七 何德何能?能至于此? 那么独特的资源和工业产业自然是其独占凹头的根本 一些不与表面的顾客也必然很难懂得此类山水人文深层价值 今天我们就出时间去纵暗一下该市的江北主场区做些钢城全景掠影 期间也行走些生产生活 自古以来大江既为天谦 作为长江上游金沙江至上在该城的二号桥渡口大桥 始建于1965中国三线时代 有老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世界第一台资源统治中国70%高铁钢轨份额等得天独厚的另一面 平坝不多 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有着独特的西部江山困难度 这也是潘之花在占据了甚至未来星际时代的世界级 上好资源外必须承受的今年艰苦岁月和螺旋进步代价 绿带王冠 地城其中 从近60年的开天辟地时空脉络深入 在现实重看那些不比纯粹平想地界的城市细节 就能体会更多维的情态内海面 自然与多何人类的进去进步意义 由于上下游电战坝的作用 这场江水近年更清澈 而这江北厂区层不毛之地 可以稍留印象 对比等下我们看到的现在 拍摄属于亚热带和骨气候 光照充分 有益作物 使其米衣的蔬菜 瓜果很早享誉 并输往全国 路牌提示 钢城大岛中段 终点和花池大桥 前方是潘之花钢铁集团的文体楼 电影剧院 泳池区域 好 我们就从这里准备 第一个角度的鸟看纵篮 潘之花钢铁集团 依托潘西地区占世界35% 52%的反弹资源优势 自主创新可以进建设 形成业务设计反派 钢轨版型财 的大型重工业集团 跨潘市成都 重庆 北海曾拥三家上市公司 潘钢轨两场一百米重型轨为中国第一 世界第三 无论国内还是出口都占70分分以上 中国第一条成绩高铁 最长永远高铁 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地区 都有它的绝对身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中段刚花村区域 期间还取了江边前射 我们下一期播放 社区老赵片墙还是很有些时代风味 接着我们继续中段的表谈交会 和这位老大姐平天了解了些这边现在的情况 而这几栋是留存不多的住家楼 其他班间 据老姐说平均二间房补偿二十万 连柱是练钢后的大型热钢批成紧的中间鞋 它提供给后面鬼娘和热炸厂 移送热钢材料 现在为了检想的提供 你开心里 连心的 吊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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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tread on me And your chicks for free Let's stop the clock together 往前走 这一带也还有企业上存的单身公寓楼 大型工业物料运输车开始建构 那我们还是要捜了 祖母部语 绿色的关系 大型工业物料运输车 大型工业物料运输车 有机饮的花车 锅里尔车 临近最繁忙的产业初始端 还专门划分了原料车砖用挡 这地上右侧原来有一路的编沟 常年有乡 罗河漂亮的残下鱼 工业前端的环境真实的更艰苦些 同时也是主场区 最大最有传统工业时代气息的区 好吧 我们准备开始第三个遥看角度 前方是三座炼铁高炉 近方纵横式高炉用焦炭输送带 这里是焦炼的出产地焦化厂 它提供链铁的主体燃料 也同时有复杂的化工服产品 潘之花实际也属于移民城市 1965吉成坤县贯通后汇聚了来自北方 中部云桂川的众多工业人 他们和后代在这里挥洒着青春和生命 将自然的宝藏造化输出 各各境不易 中木风还有移民城市 中木头温宽 出现1个哪家的酒 在这里写着 奥小三火 小三处 翻炼 如同 小三处 包装 头